大家好 由于这个艾比老师呢 现在还是在国内 今天的话还是由我来跟大家介绍 主动健康管理这个行业里边 隐藏的强大的这个商机 那提到今天的这个讲座的话呢 我们最主要的是两个目的 一个就是让我们有健康 另外一个呢 就是让我们有财富 所以说呢 我们在发通知的时候 就是赚健康 赚财富 这样两个明确的主题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在健康和财富 这两个方面的话呢 我们就一直呢 找不到一个 很好的这个答案 就是怎样才能有健康 怎样才能有财富 这是一直困扰到我们脑子里面的一个 可能是长期的一个问题 是吧 那今天的话呢 我专门的话呢 就是就这两个方面呢 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呢 是一直以来就是做这个startup 就是初创公司 那经历的也不少 那第一个呢 就是创立了这个 万方数据 现在是中国最大的数据库公司 我在那担任副总 后来的话呢 就在美国 创立这个培国亚信 然后呢 培国亚信是2000年 NASA上市 我在那也是担任副总 后来我自己呢 也 自己创业吧 独立创业 也做过几个公司 像软件公司啊 文化公司啊 还有这个广告公司啊 都做过 现在的话呢 我是有一家这个 保险理财公司 主要是给大家做这个 人寿保险呢 退休年金呢 长期护理呀 还有这个 像这个大学助学生规划呀 还有这个大额省税 借钱买保险啊 Premium Finance 可以做这些事情 最近呢 我发现 就是在美国啊 有这么一家主动健康管理的公司 它呢 产生这个生产出了一个产品呢 非常的有效 这个强大的功能啊 然后的话呢 它的这个创户平台的话呢 又非常符合我们人类的这个根本利益的 集结点 那集结点是什么呢 用一个很简单的作写来表示 就叫DII 互联网 也是呢 这个根据其中的因素成立的 然后的话呢 像一些个游戏也是 社交媒体也是 基本上现在出现的新型的经济形势的话呢 都跟这个DII有关 有的是一项 有的是两项 但是呢 如果DII三项的话 就不多了 包括一些个社交媒体 包括你像Facebook也好啊 像这个Twitter什么的 但是呢 它们这里边的话 你要提炼DII这个核心因素的话 有的只能提炼出一项 有的只能提炼出两项 但是呢 如果说把三项都结合到一块 那是 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什么是DII呢 第一个D 就是 Demand 就需求 需求产生的这种动力 那 比如说这个全世界的第一代互联网 一开始都是比较简单啊 就是靠着需求来建立的 DII里面的第一个I 就是Interest Interest的话叫兴趣 我们都知道 以兴趣为导向的东西 它就是有长期的联合度 比如说打游戏 游戏 为什么什么网游啊 手游啊 这些游戏长盛不衰 最主的缘故呢 它摸清了人的兴趣所在 我们人呢 有这个情啊 那个兴趣啊 这个东西都是人的根本啊 那如果围绕着这个去做事情的话 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前途 那DII里面的第二个I也是Interest 但是呢 我们管它叫利益 利益的话呢 就像货币一样 它是有共性的 那如果说一个事情 或者是一个组织 或者是一个公司 能够把利益问题处理好 那它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那我发现的话 这个DII啊 在这家公司 它做的这个创付系统 已经呢 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就是结合的特别好 首先 这个主动健康 这个事情的话呢 是我们全人类 都呢 关心的事情 是有强大的需求背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它既是呢 需求强大 又是人数最多 然后的话呢 又是持续的时间 应该是最久 可以说人类健康问题 是永恒的一个主题 所以它的穿插性 历史的这个 恒贯性和这个历史的众生性 规模全球了 是吧 这个都是没得说 所以说它是有强大的 demand 需求 然后的话呢 它的兴趣 我们都知道啊 我们对健康的兴趣也好 对财富的兴趣 我是认为啊 一般的正常人的话呢 他还是要把健康和财富 放在首要的位置上去考虑 那健康和财富本身来讲的话呢 又应该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人家都说这个健康的是个1 其他的都是0 只有把这个1放在前面 才能产生有效数字 这里面的话 你从兴趣角度上来讲啊 你就无论是对健康有没有兴趣 对财富有没有兴趣 这个的话 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那第三个利益的话 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利益的关联点 利益的这个连接点 而且是完美的把什么呢 把这个个人还有团队 甚至是整个公司 这里面的这个利益 全部跟你结合起来 你看看这样的话 是不是很有强大的生命力 那我们先谈谈健康 怎么样去赚健康 关于健康的问题呢 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会变老 这个是好像是我们阻挡不住的 那为什么会变老 首先来讲 我们就找到了这么一个的 可以说找到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这个胶原蛋白 我们人体中的胶原蛋白啊 从20岁就开始流失 那原因呢 受紫外线的环境污染的 不规律的生活 这个因素影响 20岁就开始流失 导致皮肤干燥 毛孔扩大 然后我们的容颜就逐渐的失去了 我们不再有这个18岁的美丽青春 那胶原蛋白在25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达到了高峰期 那你看我们一般的人呢 到了25岁以后 就是衰老的特别快 40岁的时候 胶原蛋白呢 那含量就是远不及18岁了 所以说呢 这个都是因为胶原蛋白惹的祸 那可以说呢 我们真正如果要想防御的话 应该是从20岁就开始防御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考虑一下 我们自己现在此时此刻的年龄是多大 是不是有一点 这个有点这个用一句话说呢 只能说这个亡羊补牢 有未晚宜 但是呢 毕竟是羊已经亡了 是吧 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 现在就要采取措施 是吧 来阻止这个胶原蛋白 流失 这么一个非常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事情 那除了胶原蛋白以外啊 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 它呢 都有一个衰老的过程 比如说皮肤也是20岁 眼睛的话到40岁左右呢 就盯不住劲了 所以近视远视都出现了 心脏30岁 肺部30岁 骨骼30岁 肌肉30岁 肾脏40岁 大脑20岁就开始了 所以我们上大学得趁年轻 是吧 如果是岁数一大的话 记忆力什么东西 都跟不上岔了 免疫系统20岁 那消化系统30岁 都是二三十岁 零部件了 或者是这个身体呢 就有点不行了 但是最可悲的 还不是说这些不行的东西 在我们身体里已经开始了 最让我们没有办法的 它是悄悄的在进行 它偷偷的在进行 你看这个干坏事 在悄悄的在干坏事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极大的一个损失 因为它在我们身体里 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 而且我们怎么样 也呢 习以为常 而且这个时间可以持续15年到30年 那我们很多人现在的话 比如说40岁的 50岁的 甚至60多岁的 依然觉得没有不健康的事 对我都很好 对感觉都是很好的 其实的话 你所有的五脏六腑 现在的话呢 都处于这个衰老的过程当中 所以呢 这个的话 如果说它悄悄的干坏事 然后又让我们不知不觉 然后又让我们感到 还很稀疑为常 那这个就是最佳的欺骗手段 是不是 那是谁欺骗了我们呢 那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呢 没有这个意识到 如果意识到的话 那即使我们没有发觉到 只要我们意识到 那么我们就会采取措施 那我们人体啊 实际上是受到了内外攻击 可以说 从我们的外部环境 比如说空气 现在空气污染越来越重 水污染 食品污染 物色 甚至是心灵污染 你不要以为我们的 每一天的脾气啊 接触的东西啊 心思啊 还有什么 你一道焦虑 一道怀疑 是吧 都会在我们身体里 催化出一定的化学反应 你心情不好 你和心情好的 你在身体里 出来这个物质就不一样 如果说你心情不好 你忧郁什么 那个negative东西一出来 那整个这个表达 基因里面内部的表达 就会出现不同的蛋白质 这样的话呢 就会出现呢 我们这个 你蛋白质出现以后 要把它排出去啊 或者是什么消耗 或者是功能 什么都不一样 所以呢 就出现了不一样的东西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毒素啊 不管是我们消化的 你比如说我们吃很多很多的这个补品啊 吃很多很多东西 然后又吸收不掉 甚至是有一些营养素 在我们传递的过程中 就已经被异化了 被氧化 被什么的东西 被中间的话呢 还没到细胞 这过程中 都已经被干掉了 或者是它变成了这个 本来是很有力的东西 就变成一个不利的东西 然后要通过我们的肾脏啊 肝脏啊 呼吸系统啊 来排出去 甚至是皮肤出汗什么的 这些东西的话 有的时候它是排不出去的 长期积累在我们身体里面 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病变 包括重金属 重金属是很难从我们身体里排出去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基因的异常啊 变异啊 对 那基因的异常 变异 这是有什么造成的呢 这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包括细胞 细胞的话 磨损 包括这个基因表达 它在里面乱说话 在里面犯风 是吧 说一些个 就是这个谁也听不懂 或者说它随便瞎指挥 乱得臭了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 都会产生异常或者是变异 那今天我们大家来呀 也可能会了解到 最主要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我们人类染色体里面 都知道我们染色体是 主要是遗传这个 这一块里面 就是咱们最核心 最核心的东西 这个里面 可以说 是非常的不安定的 里面有很多很多 捐着很多很多的这个疾病 我们每一条染色体里面 都挂着一串疾病 这些疾病 它通过 它被捐在里面 不老实 还想干坏事 它就通过这个突破 那你这样的话 我们外部的身体 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病变 我们看一下 这些基因突变啊 产生多少啊 这个 当然都是小字 密密麻麻 我只是说 随便举一些例子啊 这里面就有很多 什么 囊性纤维化呀 贫血呀 不良症啊 公平症 不倒症啊 高胆固醇 高血压症啊 还有这个 波伦顿型免疫 缺陷症啊 遗传性乳腺癌 卵巢癌 多囊卵巢综合症 还有退性X综合症 肌肉萎缩症 唐氏综合症 麻烦综合症 红绿色盲啊 这个 像腺肝脱胺 酶缺乏症 这个 糜烂腺啊 早老综合症 衰老嘛 神经纤维 肿瘤 艾斯海默症 哈金森症 还有这个 脊髓小脑 变性 它都很 属无形啊 那基因表达 基因表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内部的东西要通过这个基因表达的一些 这个因子啊 就是我们就好像是我们有这个广播呀 或者什么就是这些大喇叭呀 是吧 通过广播啊 就对外 广播的话 如果广播的不好 外边的话就跟着乱动 这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 比如像癌症啊 自闭症啊 抑郁症啊 糖尿病啊 哮喘啊 心血管疾病 肥胖病 儿子海默症啊 多发性硬化症啊 风湿性关节炎 系统性 红颁蓝疮 香性 香味化 囊性 香味化 艾滋病 慢性肾病 基营养不良症 高血压 乙根 肝硬化 还有这个 慢性 阻塞性肺病啊 帕金森病 这个就是也是举了其中的 例子啊 我们再看看究竟是我们这个核心这个染色体里边到底带着多少个病啊 上面你看一号染色体啊糖氏综合症高血压病啊 二号染色体 这是阿尔兹海默症啊 肾癌 三号染色体啊 黑色素瘤啊 像这种VHL啊 什么这个东西啊 四号染色体 恒丁顿 护导症 好像有一个 电视剧就专门说这个事啊 玻璃综合症 等等等等啊 我就不说了 这个越说 越来气啊 从一我们有一次二十三对染色体啊 回号染色体里面都有一大堆啊 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这些东西都在里面包着呢啊 随时都要起到破坏作用 其实如果这些人类如果是把这些个 潜在的这个敌人给清除掉的话 我们就长生不死啊 不一千罪什么都是有可能 这家公司呢 它主要是一个细胞层次 细胞level啊 从这个基因这个level 可以来进行深入探测的这么一个公司吧 那它主要是高科技的生物公司啊 所以它可以呢 探测到这么多的这个基因表达因子啊 那首先来讲有有这个能量的 有炎症的 还有这个细胞能量的细胞能量就是细胞器就是这个线地体啊 还有这个抗氧化的 还有这个大脑的细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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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 到压健康这一段是最主要的 这一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知不觉的阶段 你不知道都是我们的健康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以为 我们自以为健康那就健康心情快乐 但是呢 如果我们有一个惯性的认知 我们今天来了就会知道 我们的身体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 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一段主动健康管理最主要的一个段 那我们说主什么叫主动啊 主见就是预先嘛 在没有发生事前之前 先采取措施 这就主动管理啊 当亚健康发生的时候 这时候就不叫主动管理 但是叫被动管理 像这个重大疾病什么 这个就属于真是到了什么阶段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主动健康管理方案的话 实际上的话呢 这三个阶段的都有大量的见证呢 这个能够让我们怎么样啊 他不但是从20岁到亚健康这么一段时间 甚至他们有这个很小的小孩啊 当然我们这里面官方上说是12岁以上的啊 还有有这个母亲呢 就是他的这个胆量比较大呢 甚至就是那个两岁的小孩 他有这个自闭症的 哎 通过这个失失以后 哎 那小孩的反应都大大改善了啊 那亚健康的 就更是这个见证是这个层出不穷吧 还有重大疾病的 像这个肾衰竭啊 像这种糖尿病啊 脉性疾病啊 肾衰竭也就是末期疾病了 像这些啊 包括红丸蓝疮啊 什么关节炎啊 什么受伤伤口的恢复什么的 这些啊 都是有很多很多见证出来 大家可以看那个链接啊 见证的链接 那主动健康的话呢 他从六个方面 给我们全方位的提供保护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排毒 排毒呢 在我们这个健康里边 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身体中有很多的毒素 包括这个变异的毒素啊 包括我们污染的毒素啊 包括我们吃完了以后 又在身体里排不出去的毒素啊 这些个毒素啊 在我们身体里很多很多 排不出去一个毒素 就在毒素 就在我们身体里面待着 这样的话呢 就会大大影响我们新的东西啊 新的东西 什么叫新陈代谢啊 老的东西出不去 新的东西能进来吗 即使进来的话 也会受到影响 是吧 所以我们这有强大的排毒功能啊 那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有强大的免疫功能 免疫的话呢 我们这个人体里面的系统 免疫系统是有两方面的 一个是呢 被动防御式的工具 这个免疫系统 就像我们的长城 长城不是有这个防御功能吗 是吧 那 还有呢 就是主动式的防御功能 就像我们的士兵 站在长城上的士兵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我们发现长城以外 有什么东西来进攻了 我们就开始 啊 放火啊 发信号 然后呢 派兵都来了 然后的话就开始堵击啊 就开始放箭啊 把这个来犯之敌啊 堵在这个长城之外 那我们这里面画的是一个 这个这个 庭院里的是一个栅栏 是吧 这是分子 还是防御的 就是被动相当于长城 这只小狗 就相当于这个 我们长城上的士兵 他从这个防御的角度上来讲 那我们还有这个基础 这基础呢 是由我们的全营养素构成的 这个的话 包括我们13种 维生素 15种氨基酸 76种矿物质 还有200多种呢 微量元素 这里面的话呢 这个就是供应我们 身体这个日常需求啊 基本上这些量的话呢 都是可以了啊 所以他就是我们建立 我们身体的一个基础 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 Revive Revive的话呢 它是我们做细胞修复的 我们都知道的话 我们这个人体里边呢 会经常有这个细胞受损的 细胞受损的话 为了让我们的功能都正常的话 它呢 是需要细胞修复 那细胞修复 最主要的这个 修复的这个原理呢 就是要有干细胞 干细胞是什么 干细胞就像我们打牌的 大小王一样 它是混子 它可以呢 充当一 充当二 充当三 充当四 充当五 一直的话 你是什么东西 它都可以充当 因为我们知道细胞修复呢 需要同质细胞来修复 就是跟它长的是一样的细胞 它才能修复 那你 你的干细胞就是混子 那它要碰着这个细胞 它就变成这个细胞 变成那个细胞 它就可以充当那个细胞 所以它就可以给它修复 这是一个可以游动的这种战斗部队 然后在我们这里面相当于这个板 就是相当于这个板 那这个Coligen 就是胶原蛋白 我们刚才说了 摔牢从胶原蛋白 我们胶原蛋白来了吧 它是从这个挪威 深海鱼里面提炼的这个胶原蛋白 是全世界最纯净 这个最有效的 这个胶原蛋白 它这胶原蛋白分一式二式三式 那这里面 我们这里面都包含着 一式的话呢 就最主要的是 里面有让我们的皮肤 这些都是很亮 这些东西啊 就是我们皮肤啊 这个毛发呀 这个什么 让我们就健康的啊 让我们熔岩的话 就重新会焕发熔岩 那还有呢 就是它这里面有个脚蛋白 那这脚蛋白呢 就相当于钢筋 然后的话 其他就相当于这个什么 水泥 就是那钢筋和水泥放在一起 都是一个很有韧性啊 很有坚固啊 就是在我们里面的骨骼什么的 都会产生着皮肤啊 对皮肤这些 这些就会给我们拉起来 是吧 紧缩啊 就有这个拉力 是吧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三型 三型的话 就是把我们这个癌细胞 它能够给我们捐起来 就会我们 为什么 靠位那时候 要让我们自己怎么样啊 先捐到一个屋子里 就是把它先捐起来 捐起来的话 它就没那么大的动作了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对我们人类健康的一个贡献 那还有一个呢 非常厉害的 就是我们这个 Eternal Eternal的话呢 是我们做什么呢 是做我们抗氧化 抗衰老 抗肿瘤 抗老化我们都愿意是吧 抗肿瘤 抗衰老 这个都是我们愿意的 所以就相当于我们怎么样 这个房子里面 假如说这个屋顶上 如果我们不刷上点漆什么的话呢 它就会氧化掉 这漆就会变成生锈的 慢慢把金属 这个都给你这个虎石掉 所以它在这儿画了一个这个东西 所以说呢 我们这六个产品啊 它是紧紧围绕着我们健康这个核心 很多产品呢 它是 就是属于这种发散性的 你比如说 它弄个几百种几千种 甚至是吗 甚至 你就觉得它每一个差 或者什么的话 都是向外发的 中间没有个核心的东西 主动健康管理方案的 就是从这六大支柱里 你可以把它 原来是支柱吧 你把它画一个圆 然后把这个每一个的话 都画上建床 它们都是向着这个中心 健康这个方向指向的 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球形 就是一个围绕这个中心 来发挥作用的 这个是可以测量的 很多事的话 我们都说不清 都弄不明白 你说你通过这种东西 你测量我们这几种产品的话呢 大致做了这么几项 就可以测量出来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营养素 营养素的话呢 它能够提高我们这个 NRF1 这个能量 224% 然后这个Revive提高呢 229% 这个就是相当厉害 为什么我们吃了以后 大家都感觉到精神倍增呢 是不是 都觉得这好像是喝了什么 咖啡了 或者是喝了什么东西了 反正就兴奋药 是什么 对都觉得这个东西能量十足 对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它是确实是这个能量 然后炎症这个呢 大家这个看这个负数 负数是好事 就是起到一个炎症调整的时候呢 这是一个负数 所以我们看呢 这几类产品的话 都是相当程度的改善了炎症影响 这么一个功能 然后这个是PPARA 这是细胞能量 细胞能量呢 就是作用在线粒体 APT 线粒体的APT 所以让这个细胞呢 每天它这个工作的时候 它能够制造出更多的能量来 我们都知道这个 线粒体是给咱们人体提供能量的 它是制造这个能量单元的 那你想想 我们看这些东西 都是能够增加我们能量的 你想想这个细胞的话 你说你身体里能没有劲吗 对 这个SOD是抗氧化的 我们看一下 这抗氧化功能 也是提高了不少 那我们看一下呢 Revive这块 就是这个盖细胞修复这块 这个SIRT1 这个是长寿基因 你看看 要想长寿的话 是不是可以这个 Revive 是吧 我们管它叫小金蛋 那个颜色就像金黄色的 这个叫 这叫GLP1 有人管它叫狗P1 狗P1 狗P1 那这个的话呢 是做这个血肠胰岛素 你看这个调整血肠的胰岛素 为什么这大量的人吃了这个 以后也血肠改善了 这个的话就是通过它来 那这个BDNF呢是认知功能 就是我们那个大脑啊 像是很多的是这个智障啊 或者什么的 甚至是 弄了以后的话 它大大的改善了 就好像是看着有一些人 目目瞪瞪的 现在的话它不目瞪了 对 甚至有自闭症的这个 你看为啥 有这些功能呢 是不是 你看这个改善了多少啊 840是吧 430啊 考虑着570 了不得啊 还有这个IR6 也是管控炎症的 也是负的数啊 负的数越负越好 就基本上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洋善亦恶 好的我们多发挥发挥啊 不好的我们怎么样啊 压着压着 这是正常的这个管理啊 我们细胞都是这样啊 你想想 社会是这么管理的 我们人体里也是这么管理的 所以你看为什么 我们把自己搞清楚了 也能理解这个国家是怎么管理的 社会是怎么管理的 是不是 对 不能完全自由 完全自由的话就乱了套 对不对 这细胞也是 也是这样的 也不能完全自由 完全自由不就是 很快就有人飞蛾扑火吗 这寿命就是那什么 所以要科学的管理啊 有效的管理 你看看这些表达因子 管理着什么东西啊 刚才说了 这个NRFE 先立体 先立体就是我们这个细胞器啊 就是给我们产生能量的啊 抗氧化硬打 就是这个啊 因为你你这个功能好的话 那如果说有自由基出现的话 他马上就会说 你去到这去中和去啊 把这自由基给干掉 否则的话 他会影响我事 是吧 这是这些 代谢调节啊 对 这些都是 你看这个涉及到癌症啊 肌肉萎缩啊 神经性退型啊 就是这个神经越来越不行了 就是这些啊 那这个NFKB啊 免疫硬打 炎症硬打 细胞存活啊 细胞增殖和昏化 这些啊 他可以 就是 研究治疗的 这些什么癌症啊 自身免疫啊 他这个都是很厉害啊 PPARA 包括代谢啊 抗炎啊 能量平衡啊 药物开发 什么什么 这都涉及到啊 这个SOD啊 这是抗氧化细胞 维护细胞健康啊 对 这里面 有这个肌肉萎缩症啊 ALS 基因治疗啊 这些东西 看一下 高P1 高P1是2023年 全世界最重大的科技突破 头一向突破 重大突破的明月第一 你看他起到什么作用啊 主要是胰岛素啊 胰岛 增腔胰岛素分泌 减少糖原分解 减少糖原分解就是 让我们减少肝脏的负担 因为我们肝脏 为什么好多糖尿病 糖尿病的对根本的原因 其实不是 很多不是一线的问题啊 是肝的问题啊 对 肝脏 肝脏 糖原需要这个什么 他人你要是通过这个的话呢 那你就肝脏的这个压力就小了啊 延缓这个胃排空 就是让我们不觉得这个饿 不觉得饿就可能会有减肥的功能 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些人呢 就是吃了还吃啊 一直吃就吃个不停 对 那如果说你老觉得这个肚子呢 像饱的啊 不怎么吃 所以这个 他就减 这个 胃排空时间长了 然后的话 我们就可能会起到 减肥的作用 食欲调节啊 另外的话 他从大脑里能够主动提高 他说这东西的话 平时就觉得特别好吃 但是呢 有了这个的话 都觉得不想吃了啊 为什么 他们作为重大科技突破呢 对 你像现在的话 有这个减肥的这些股票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注意啊 那是非常厉害 他就是第一个就是糖尿病 还有这个肥胖 就Goal P1的话就管这些啊 这个IR6也是啊 你看的话 你就看着这 包括有这个 这个炎症反应啊 免疫调节啊 急性这个相反应啊 代谢调整啊 包括这个 现在的科技突破啊 包括这个你看 Covid 19啊 Covid 19治疗啊 都起作用 所以 这个是这个 30万长寿基因啊 你看 基因沉默于表达 代谢啊 细胞应激啊 寿命 你看到吗 细胞寿命 衰老啊 对 这些的话呢 通过 这个主动健康管理方案 都可以 得到很大很大的改善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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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